近日,小鹏汽车联手智能无人洗车品牌大盒子将大盒子智能无人洗车机与小鹏G3对接,为用户提供洗车服务,据悉此次小鹏汽车联手的合作方大盒子智能无人洗车, 是目前国内覆盖度较高的智能洗车品牌,在全国100座城市拥有一千个服务网点,未来小鹏汽车将接入超过1000座大盒子智能无人洗车机,100%覆盖销售城市同时,小鹏汽车还计划在体验中心、服务中心、超级充电站等线下服务,接入智能洗车服务,满足小鹏汽车用户的需求大盒子无人洗车服务, 如果你是小鹏G3用户,将如何体验洗车服务呢? 首先,小鹏G3用户可以直接通过车带智能导航系统,查找大盒子无人洗车网点,并预约洗车。 其次大盒子洗车机,直接识别已预约的小鹏G3,并在中控屏幕自动唤醒洗车程序页面。 再次在用户确认开始洗车后,小鹏G3会给出一系列语音提示,并自动调整车辆硬件的状态,所有车窗自动升起。 外后视镜自动翻折等车辆状态完备后洗车机开始工作。 最后清洗完毕后,小鹏G3会自动打开外后视镜。 通过语音指引用户离场,小鹏G3使出洗车机感应区域后,中控屏幕上的洗车程序页面,自动关闭整个洗车过程,全部由小鹏G3和洗车机自动完成。 用户全程无需下车,或手动调整车辆硬件,不但更加便捷。 同时,避免了忘记关闭车窗等安全点换在欧美洗车市场。 自动洗车机一个近50年发展历史,因洗车快速,又会成为车主的首要选择。 不过,欧美车主需在控制设备上,进行手动操作,才可启动洗车机器。 2018年12月12日,小鹏汽车旗下车型小鹏G3正式上市同期启动交付此外,小鹏汽车将为用户提供一体化多处点的服务体验,实现售价统一,销售流程一致,服务标准一直保障用户体验现实。 小鹏汽车成为首个入驻天猫旗舰店的新造车企业,已开通官网、官方APP预定通道。 小鹏G3现象 小鹏汽车将于2019年春节前,在北上广深航等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开拓15家直营店。 2019年计划在近30个城市,启用近70家线下直营店充电网络建设方面。 小鹏汽车是目前国内唯一自营超级充电桩建设与运营的整车厂。 2018年年底前,小鹏汽车将在北上广深航等十多个一二线城市布局超过一百座超级充电站,并于2019年春节前投入使用30座。 预计2019年,在近30个城市布局二百座超级充电站与传统车系不同。 无论是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等造车新势力,均在服务用户方面提出了多项创新。 你会因为这些服务追随TA们吗? 问汽车之家宋爱局。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